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甩出来的这番话题落上两句好了 我先把我的结论和大家说清楚 一个国家的舆论场上到底是鹰派多还是鸽派多 我不觉得这是一件能在根本上被舆论本身所引导的事情 鹰多还是鸽子多 主要还得看整体的大环境 大家在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大环境还比较宽松的时候 鸽派就会多一点 反而鹰派必然占据主导 舆论是左右不了大方向的 舆论只能影响一些大方向以外的东西 民众如此 国家也一样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观感 可以说能引导 也可以说不能引导 能引导说的是因势利导 就国际大环境和国际政治局势 就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 因势利导 一个国家在舆论上就能决定对另一个国家的观感 我们就拿过去几十年来的美日关系 举个例子好了 在早期奉行孤立主义的二战前的美国 对日本军国主义也没什么舆论抨击 甚至还趁机做了大量的交易 客观上美国甚至可以说 在二战初期是支持日本对东亚东南亚的侵略的 然而当日本把手伸进太平洋 当美国决定参战 收割二战战争红利的时候 美国的宣传机器就行动起来了 日本必须是邪恶的 看看美国当年那些宣传话就很清楚了 而二战刚结束 美国几乎就立刻停止了 在舆论上妖魔化日本的行动 原因有二 一是基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苏联在二战表现得很好 经济上展现出极其强大的工业能力 政治上展现出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 友好日本 其实是把日本当作对抗苏联的前进基地 二是因为当时美国政界学界都在反思 为什么美国会在二战后失去中国 美国没能在二战中把中国控制在手掌心 国民党退守台湾 美国不得已选了日本 当作亚洲的影响力傀儡 到了日本经济腾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舆论又变了 日本再一次在美国舆论的操作下变成了妖魔 日本要买下美国 日本要买下全世界 搞得当年美国的很多嬉皮式一代 直到今天都还是对日本保持着很强的警惕心理 当时间来到八十年代后期 美日双方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眼看着心腹大患 从此威风不在 于是日本在美国人眼中的形象 又一次变得可爱了起来 就以上二战前二战中二战后 日本经济腾飞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 这五个阶段的美日关系 都是美国因事力倒下引导出来的 但如果美国反其道而行之 在二战时对日本正面宣传 二战后妖魔化日本 在日本经济腾飞时对日本正面宣传 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妖魔化日本 这样的宣传策略和舆论导向也能成功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国际大环境 国际政治局势 美国的国家利益 决定了在这五个过去的历史时期 美国对日本的舆论话题和舆论倾向 美国对日本五个时期都胜利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美日关系变化 就是过去这样 今天我们中国大国崛起 无论是和美日的关系也好 还是和整个西方的关系也罢 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西方的舆论观感与调性 都必然是要遵循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变化规律的 那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局面呢 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 大家就好比在地球食堂里吃饭 食堂里的饭菜就这么多 我们中国的体格发育起来了 必然要吃更多饭菜才能填饱肚子 而我们吃多了 别人吃的肯定就少了 除非哪天食堂扩建了 菜品种类和伙食供应的规格都上去了 我们能多吃的同时 又不至于挤占他们的份额 否则大家的关系就是再好 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这和我们的脾气是好勇斗狠 还是平心静气都没有关系 问题不在大家的性格 而在大家的肚子 不幸就瞧瞧我们中国的手机厂商 都是一个国家的 彼此之间尚且都斗得天昏地暗 你更别说是不同文明形态的我们和美西方 如果我们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量 那美国也根本不会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也根本不会讨论什么英多还是歌多的问题 我们又不是印度那种二皮脸滚头肉的民族性格 只要别人对我们又没有太大的敌意 我们中国才懒得给自己找不自在的呢 这事往深一点说 大家其实都没做错什么 竞争而已 最后赢的 占上风的 就是对的 就是更道德的 就是人类文明之光 所以对美西方 我们中国是英多还是歌多 不是什么个别人说了算的 历史发展如滚滚洪流 我们所有人不过是大环境里的一颗微尘 左右不了什么 英多还是歌多不是不能聊 而是看什么人聊 在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我曾经因为机缘巧合 接触过这么一群人 他们是一群美籍华裔企业家 他们奔走于中美之间 在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有一定人脉 他们做的事情就是在经济上 资本上和产业链上深化中美的绑定关系 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谋求自身的利益 但后来接触多了 他们才和我说出了他们这么做的真正原因 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局面 如果没有大的回转 中美必有一战 所以他们做的事情 就是极力把经济关系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仓石 直到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前 我都以为这群美籍华裔企业家的所思所想都太扯淡了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他们是对的 他们的个人社会层次 他们能接触到的人 他们能掌握到的信息 远不是我这一届世锦大妈所能比的 从今天来看 这群美籍华裔企业家 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的鸽派 但在川普2016年上台之后 他们也逐渐胳膊动了 因为中国是唯一对手 这道思想刚毅 已经慢慢成为美国政界 学界 经济界和舆论界的新的 超越一切的政治正确符号了 这群美籍华裔企业家早已入籍美国的他们 虽然立场和态度更偏向美国多一些 但受家庭环境和自身利益等因素的影响 他们终究也还是没法完全割舍下中国的 他们是有资格在中美之间当鸽派的 就算不考虑他们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 他们曾经毕竟也为中美关系的调和而东奔西走 我和他们虽然立场各异 但是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我是能够理解的 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中美关系中的鸽派 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是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努力 我在很多人看来够阴了吧 但就算你是个美国的阴派 只要你能和这群美籍华裔企业家一样 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做出一些看得见的贡献 哪怕最后无解而终 我也一样会十分欣赏你的 而现在的问题是 某位昨天还叫嚣着要击落佩洛西 而今天却又改口说 不能把美西方搞成中国的敌人的人 这种人有资格说自己是鸽派吗 我直到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 在佩洛西当时窜台的时候 我们全往那么多时政大V里头 就他一个高喊要击落佩洛西的 他总言之凿凿的 说什么要为中美关系多做努力 什么努力呢 为了击落佩洛西而努力吗 就这种说起话来 与无伦次颠三倒四左摇右摆的人 他有什么资格去讨论 中国到底是该阴多还是割多的问题呢 阴多还是割多本就不是个真正的问题 中美关系在没有分出决定性不可逆的实力差距之前 阴多还是割多其实就是个伪命题 阴还是割 哪个观点对得看最终的中美实力上的胜负输赢 更何况真的割派是追求双方的共同利益 减少冲突追求共赢 是要去说服恶行恶状心口不一的对方的 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的一些鸽是这样的吗 有些人的鸽其实还不是真的鸽 从来不去批评美国的做法 从来只叫我们中国人反思 他们只不过是伪装成鸽子的绑腿 骂着磕头虫而已 从咱们这位大V的身上 我倒是可以看出我们中国舆论不成熟的一面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 只要你是在西方舆论界混饭吃的 那么任何人都必然只能维持一种政治身份 主张一个方向的政治观点 谁变来变去 那必然都会被舆论和流量抛弃 某某种肯 这样的评论 反复出现在一个左摇右摆的人身上 这也算是我们中国独一份的奇景 鹰派和鸽派之中都不乏热爱国家的有识之士 爱国是广大老百姓最朴素的一种情感 就跟吃饭喝水一样 也本身就是维护集体利益的一种表现 少说多做衡量裁判的标识在老百姓手里 鹰也好鸽也罢 不看你说了什么 而看你做了什么 你代表的是谁 你维护的是谁 你服务的是谁 生前生后自有评判 另外为中美关系多做努力 这话说的没错 但是奔赴总是双向的 单向的那是犯贱受虐了 一个国家没有鸽派不行 但是全是鸽派肯定完蛋 再说了 你都击落佩洛西了 这算哪一派啊 鸽派要有 鹰派也要有 鹰派多一点 鸽派才能更好地发挥润滑剂的作用 大家互为后手 最终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服务而已 相比鹰鸽两派 大家真正烦的 其实是那些东石西塑的两面派 他今天能当鸽派跪到底 明天就敢当鹰派吓死你 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的他会是哪一派的 后天也是这样 大后天还是这样 今天某一群网友支持他了 那不好啊 明天他就改了说法 为了迎合另外一群网友 而把昨天支持他的人 给射到靶子上去 如果啊 这是一场战争 谁会希望 自己的战壕里 有这么好人 跟自己待在一起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